而另外南加州许愿台湾的侨胞也从电视直播看到这场93大阅兵 现场各种高科技的武器是纷纷出炉 但是台侨的反应相对比较冷淡 因为对于中共刻意掠夺抗战主导的历史真相 以及1500枚大陆导弹面对台湾相当感冒 中共他们这样大肆宣传的来庆祝抗战胜利 其实对中华民国这个历史也是有帮助的 因为让全世界的人注意到了这件事情 那么就会去仔细的翻看历史 到底谁是真正领导抗战胜利的 中国大陆的那个飞弹对准台湾 其实是不是很有善的一个对话 虽然说两岸一家亲 但是两岸一家亲的话 你用导弹对着它就有点跟中国文化相背离 你在高呼要世界和平战争的恐怖 然后呢一方面又展示你的军力 让我觉得是不是相互矛盾 只于说抗战这段历史 我想也不容这样一笔带过 就是由中华民族共同抗日 我总觉得应该把它回归到历史的